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新闻现场我是陈凤馨 每个礼拜二入港股解析 在我们线上的是 丰雁财经执行长谢陈彦 也非常欢迎YouTube 我们一起来收看直播 陈彦昨天先从台北股市 五分钟开始看起 台北股市昨天气势如虹 股汇双涨 因为其实就连汇市的部分 都很明显的看到 外资贿赂的痕迹 大概贿赂的 以外汇市场他们预估 超过五亿美金 所以带动了汇市 强升了一点一角 当然是在创24年来的新高 而台北股市 昨天也大涨了197点 刷盘指数17,068点 涨幅1.17% 成交金额也放大到了 5356亿元 外资在集中市场 也是买超131亿元 而OTC呢也上涨了1.22点 刷盘指数是201.87点 涨幅0.61% 成交金额634亿元 所以台北股市先如何的来看待 这个强势 开始占上了17,000点 有机会挑战今年的高点吗 其实今年呢 大家在看外资的时候 一直摸不太 摸不到头绪啊 为什么 因为今年外资 大家本来想说去年 好不容易外 到了第四季的时候 外资已经慢慢回温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今年外资就 一直站在卖方 今年来看啊 外资大概卖超2300亿左右 其实最主要还是在于 整体全球疫情控制的一个情况 但因为现阶段 我们在看全球疫情控制的情况 其实逐步的好转 而且欧美地区也持续的解封了 就我知道啊 现在在美国很多地方 大家都已经不戴口罩了 也开始出去爬爬罩了 甚至也开始到其他城市去旅游 那这样子当然也让外资 可以逐步的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 甚至对于投资市场的一个信心 开始增温 那因为台湾本来就是在 供应在全球整个 这个电子消费产品 各方面非常重要的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所以当然在外资回温 在投资市场回温以后 当然就开始回到 这个台股这个市场来投资 我觉得最近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原因是这样 那大家会觉得说 可是台股占上万期以后 是不是变贵了 但是我们要从本益比的角度去算 那从本益比的角度去看的话 其实台北股是目前的本益比 大概在17倍左右 并不贵 并不贵 如果以这个角度去看 它并不贵 如果跟美股来比的话 对 而且加上 这个电子股的部分 在这一波原物料 传产相关股票大涨的过程中 其实电子股是修正的 现在电子股修正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然台股对外资来讲 电子股本来就比较吸引人 所以产生了非常好的一个进场点 所以最近我们看到 不论是像台积电 这个鸿海 还是联发科等等 我看外资都是持续在买进 那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大盘的一个 线图来看 现阶段站上了这个月季线 而且月季线 现阶段的位阶来看 对台股来讲 只要维持在 现在这个位置去 即便它不再涨好了 就做一个震荡整理 其实原本的 死亡交叉的 疑虑就消失了 这个我们就不用太过担心 反而它变均线纠结 形成一个很好的支撑 当然最主要 还是在大型电子股 我觉得要带领台股大厂 绝对不是航海王啊 钢铁人啊这些 就算他们联手 组成一个复仇者联盟好了 其实要打 要飞到外太空去打败 这些坏人 其实还是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还是权重的问题 那至少我觉得 现阶段台积电 的这个股价的走势 稳定下来了 然后鸿海的走势也稳定 还有联发科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关键啊 买盘回来了 走势稳定下来了 那如果他们能够续长才有机会带着台股持续的在上工 那也还好台积电 我觉得他从之前的668 这样子修正一段 反而台股现在如果要上工 台积电在扮演 这个带领的充施的角色的这个角色我觉得会比较适合 假设说现在台股涨到现在这个位阶 然后台积电现在也是668真的要再带着我们充 我反而会有疑虑 所以就各个层面来看 实际上确实还有机会再去挑战今年的高点 不过听起来有机会再来挑战高点 跟前一波的高点那个结构很不一样了 因为前一波高点其实传产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但这一波的高点听起来是电子会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吗 其实就台股整体的一个结构来看 说实在的你市值只有占台股百分之三的族群 航海对我就是在点名航海没有错 那你要成交比重拉到四成 这其实不是一个健康 那等于所有资金都在集中在少数的股票身上 那所以由半老底去担刚 然后下半年因为毕竟拜登的基础建设 大家会觉得说基础建设最重要的是原物料 可是其实我要提醒大家 基础建设在推行的过程当中 不论你的重机具也好 不论你要去监控整个工程的进度也好 其实大家仔细回想一下 其实最重要的环节还是相关的电脑设备 还是晶片还是半导体 所以下半年如果随着这整个进展要推动 应该还是由半导体来领军 我觉得才是一个合理而且健康的一个走法 反而如果是太集中在少 市值太小的族群身上去推进大盘的一个上工 我反而会担心 那如果是回到原本半导体的角色来去担刚 而且它就分散了嘛 就是说大家一起来各个不同的产业的 一起来带动的话 这样子台股的这个多多才能再走久一点 也不至于让我们心里面觉得有一种不踏实感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陆港股的部分 因为过去这一段期间台北股市其实在上工的过程当中 其实陆港股是提前先修正的 对不对 就过完年后他们其实就修正 修正了它在反复的打底整理之后 其实从大概这两个星期很明显的看出来 它有突破了这个整理的这个格局 开始有上工的迹象 你如何看待 我跟大家讨论 第一个就是说从技术面来看 从技术面来看很明显的 现在的A股 陆股的各个指数都在突破 从2月以来所做的这个整理形态 比如说我以深中小指数为例 因为这一波的修正 深中小算是修正的比较猛烈 但是呢 深中小的这个 从应该是说2月修正下以后 345这个地方组出了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头肩底的一个形态 而这个头肩底的形态的景线 落在哪里 落在9300 那现在指数已经上来 而且最近呢 月季线出现黄金交叉 好这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OK好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有实质的一个 一个支持的话 包括资金面的部分 那最近呢 我们看到这个 所谓的互生通 就是北上的资金 不论是单日买超超过200亿的民币 还是从最近这几个月 这个单月的月月所总计的这个买卖超也是持续的正向的一个流露 尤其是中长期配置型的外资是持续流露 这个是从资金面的部分来看 那这背后的原因 当然我们在检视的时候 特别去看到就是包含在整个疫情过后 那中国在整个全球出口的占比持续的上升 而且它成长的速度是高过于其他区域 比如说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等 就是出口这个成长的速度或是复苏的一个速度都超越其他的一个经济体 而且整个在十四五的这个策略的一个方向上 我们有几个重点任务 包含科技创新 包含制造 包含消费 金融 还有数字经济 新人员等等 这几个也在 也开始在发动 那因为呢 在这一波修正过程当中 我们特别去关注 因为我特别喜欢去关注 比如说这个主板 比如说上升指数跟深圳这边 因为深圳这边的指数 像深中小它是比较活泼的 那通常在跌的时候 比较活泼的会跌比较多 就好像我们的 OTC跟加权指数做一个对比 我台股我也是会用这种对比 那这一波修正确实深中小修正比较多 可是我们最近看到 深中小的同样的啦 不论是上升指数也好 深圳指数也好 或是我们讲深中小也好 大家都出现了指叠的讯号 但是在最近在反弹的过程中 深中小的反弹的力道跟幅度 确实比较强 而且我刚才讲到的 十四五里面的一个重点 尤其是在科技创新的部分 因为其实这一轮的 过去的重点可能 过去的政策的重点 很多方案基础建设 这一类的或是一带一路 我要往外走 我要怎么去拓展 把我的技术人才 这些往外输出 但这一轮其实很明显的 我们之前有聊过嘛 就是双引擎 对 尤其是在内部要带动的 就是内循环跟外循环 对那内循环里面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还是在科技创新这一块 那因为科技创新这一块 在相关的股票 在 因为我们 以前有跟各位讲过 就是说深中小 其实它 它现在已经并到 深圳指数里面的主板去了 那在这 但是在这个 这一个编制的指数里面 以科技创新为主的股票 就超过了50% 就超过50% 所以现在深圳城市的 这个主板的指数的 变动幅度越来越大了 对不对 就是它那个指数的结构 开始越来越以科技为主 对越来越以科技为主 那我也相信 接下来如果说 在疫情过后 那整个入股 要再持续的一个增温 他们的政策上 还有各股票的表现上 应该会在跟科技 这个相关成分 比较高的这些个股身上 会是一个市场 大家关心的一个主軸 所以最近 确实我们在看包含 不论是深中小也好 中正500也好 中正500的股票 就是又更小一点 应该是说 它就是上升 互升300 在排名 就是第301名开始 叫中正500 OK 那这些的一个表现 确实比较强 那这都是呼应 一个股市开始在 要发动的一个迹象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这样的发动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样来看待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线上的是 封院财经执行长 谢陈彦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所以陈彦刚刚提到了 就技术面来讲 你看到不管是上证指数 深圳城址 或者是深中小等等 他们其实大概都 都已经突破了 2月3月的整理的那一个景线 然后月季线也已经 黄金交叉了 然后呢 同时你看到 从这个滬港通 或者是深港通 他们称之为叫做 北向的资金 其实就意味着 大概通常来讲 是来自于外资的资金 现在呢 是一波一波一波的涌入 所以看起来就筹码面的角度来讲呢 外资也正在快速的流入当中啊 尤其是有一些比较 长期性的这一些 投资型的买盘 那么这一些 其实你都可以看 技术面或者筹码面的角度来看 他这一波突破景线之后 是有机会再带动往上挑战的 那么另外你也看到的是 在结构面的部分 似乎中小型 尤其是以科技为主的中小型 他的表现又开始真的很活蹦乱跳 之前其实确实他的修正幅度也最多 但现在反弹幅度也最多 那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 如果从陆港股的角度来看待投资的话 要怎么建议 怎么看待 好 其实基本上 这里的中小型 他其实并不是我们一般认知的 台湾的所谓的中小型的股票啦 只是说他指数的编制 他是他叫深中小嘛 我在也在提醒大家一下 因为大家会想说 我说我们是不是要去找小型股来操作 其实不是啊 他基本上应该是说 会是处于科技类型的 因为今年的我觉得他的重点 因为我们最近在看 大家会很明显发现 比如说官方的政策 在压抑大宗价格的一个调控 他去降这个通膨 对 然后呢包括 虽然能不能做得到 但是至少速度不能太快 对 然后我们也发现说 他也目前也没有透过加息或降息 在做政策上面的调整 而是透过比如说逆回购啦 这个这些的一个方式 就保 所以很明显的就是 今年的任务不像过去 他我要去推动这个经济成长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 接下来几年 就像我们在跟大家讲的 就是经济成长应该是必然的 那经济成长是必然的 自然而然我就不需要 把任务放在经济成长 反而我必须要去先把体质 也就是说 这个小孩被挑大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的重点 我就不用再去想他会长高了 而是在长高的过程中 我怎么样维持他身体的健康 让他再长高 就是我不是养肥他 我是要养壮他 对那因为 现在既然不是把经济成长摆在首位 那变成是你到底要放什么产业 然后你要让经济成长之后 要让对的产业发炎 这个成长茁壮 这个是我们目前看到的 战略的一个方向 所以当然现阶段在最重要的 还是在这个科技部分 就是他把科技创新 不论是半导体 不论是AI方面 甚至我们之前讲过 碳中和为这个部分 未来的重点 还有像电动车这一类的 都是现在在整个科技 这个未来创新方向上 他们非常在意的一个重点 非常在意的重点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就是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 然后呢 希望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也是现在 左眼的重点 然后还有就是在新能源跟环保 所以你会看到 就是说整个产业的方向 大概落在这几个 那所以变成说 未来在选股的产业的一个 操作上 当然景气成长 其实大部分的股票 一定都会涨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大的股票 小的股票 传统产业 科技都会涨 但是很明显的 就是说现阶段的策略 的重点 会放在科技创新 还有所谓的这个 这个数字经济 这个部分 还有内需消费 还有这个环保 那所以从传统的这个大陆的一个指数的分类来看 当然我们的恒生指数 国企指数 上阵指数 深圳指数 那深圳因为大部分都是 还有一个 在上海的就是我们讲科创版 那在深圳的部分 它其实现在就分主板跟创业版 但是在主板的部分 那我们可能就是用 升100或升中小 这两个其实都叫主板了 升100或升中小 这样来看 那现阶段来讲 太小的又不行 中正500就是相对更小的 就是护升300之后的500 你觉得太小了 那又更小 所以我们会把重心放在 深圳里面的科技类的一个股票 如果从这个整个结构来看 可能是这个部分的表现 第一个相对稳定 而且会呼应到政策上面的 一个发展的主轴 会是在这里 就是说深圳的主板 它主要是这个电器类 跟酒类 那这个不会是 在政策上它要去扶持的重点 那上阵的一个主板 主要落在 金融跟能源 金融跟能源 这个也不是政策扶持的重点 所以假设今天我的目的 我是想要顺着政策扶持的重点 而去赚到未来股票的一个价差的话 就我讲还是出发点 那我应该要选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科技类的 政策扶持重点的相关的这个族群 你刚刚就点了四大类嘛 科技 然后内需 数字经济跟环保 对 那假设说今天我是 我看重的是 这个景气成长 然后未来这个物价会上涨 利息会成长 我想要的是稳定的收益 那我要投资的方向不一样 就是说现阶段跟过去 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 你会有 你可以用你想要的不同的主轴 去做操作 那现阶段当然如果是 以现在整个A股大幅度修正 假设说他 今年没有经过这个修正 那其实反而不见得有这个好的一个切入点 因为 其实买股票 我觉得股票最好就是说 他经过大跌过后 然后基本面经过修正以后 未来是看好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投资的机会 我觉得反而比较好 那所以现阶段来看 我觉得重点的主轴 应该就是放在科技 还有数字经济跟新能源 那因为接下来 还有包括医疗的部分 就是医疗产业的部分 也是会市场的一个主轴 所以投资的方向 看起来很单纯 但是其实也蛮多元的 真的 其实这个挑选 要挑选到对的公司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虽然说 科技啊 数字经济啊 新能源 医疗 但是 因为他百花真名嘛 其实这里面到底谁会存活下来 其实也并不那么有把握 对 那所以如果我们分成 这个A股跟港股来看的话 目前在A股里面 所谓科技领域创新 而且占有一定地位 甚至能够在 算是在这个区块比较前面的 然后又符合我们想政策的部分 除了AI还有这个新能源 这些公司其实大部分 落在被编制在深中小这个指数里面 所以你还是看好深中小 对不对 编制在这个指数里面 就是 其实深中小就是不要一直被中小 那两个字给牵绊了 对你之前跟大家说过 其实你仔细去看了之后 那些中小现在都已经是中大了 其实以前我在看这些指数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去拆解里面的成分股 反而如果你问我 我可能会讲升100 就说你问我 我会讲 那当然就是这个交易所里面大的 但是去拆解里面的成分股以后 我才发现说不对 因为升100都是酒类的 那你总因为喝酒会误事嘛 所以这个酒的部分 我们就放一边了 那还有电器类的 那电器类的 它的股价的 在经济成长过程上 当然它的股价还是会涨 这个没有问题 但它的力道相对来讲 会比较弱 好我这边问一下 陈彦你本来认为 大概9月 9月往上冲的机会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会提前吗 不会耶 因为但是我 虽然我心里想的还是9月 可是最近在冲的速度有点快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它最近又 因为最近发动的速度有点快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 其实投资部局 有时候那种时间点 本来就 没办法如我们所预料的 好你什么时候在发动 对不对 然后说你9月在发动 那我们就一直在那边等一等 结果他突然提早发动 我们还问他说 你怎么先发动 我没有讲好嘛 对不对 不是讲9月嘛 所以我还是用一个比较好的概念 就是说 从现在我们就开始分批布局 对 就是说 只要你的方向是对的就对了 对也许它是一个上上下下震荡的过程 那也许它就很快的又先发动一波 然后再修正 然后再发动 这个其实我们比较难去掌握啦 这个我们比较难去掌握 但是至少我觉得 我们跟大家分析的一个方向的一个思维 整个趋势的一个结构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对 所以这几个月来分批布局 是好的一个方式 对如果说是以这种三月的时候 那时候你认为它修正的差不多 然后开始慢慢慢慢布局 就算来不及等到九月 其实大概至少也有一部分 对不对 好 非常谢谢陈晏 谢谢